过去的五场我们邀请了不同的讲师 就这个主题分享了他们领域当中 如何诠释佛典 如何跟这个时代结合 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 在这个主题下会谈这个佛学与学佛 那让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法光法师 那法师现任为香港佛法中心主席及光明经社助持 同时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 泰国佛教大学荣誉校长 那法师呢精通各种佛教圣典语言 而且他主要的著作呢 包括汉译的这个法剧经之音译与研究 若阿比达摩论 所以其有部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知觉论之教义与争论 还有等等等等很多 这些跟佛教圣典有关的这个著作 那法师同时也是于这个斯里兰卡 卡拉尼亚大学巴利文及佛学研究生院呢 任教了22年 所以法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教学经验 过后呢 法师到了这个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任教同时也数十年了 同时也承认该校的旭日基金明德教授 法师于2015年获得这个 清泽基金会颁法终身成就奖 那让大众让我们以恭敬的心呢 你请法公法师带领大众三成佛号 作为今天法谈的开始 我们有请法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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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法师 各位啊 各位心上的大德 作为佛子 最重要的当然我们都知道 学佛非常重要 那学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像佛陀学习 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 理解佛陀的教义 我相信这个 是大家都知道 以及明白的 那今天我们请了法光法师 分享他如何融会 学佛而佛学 以及佛学而学佛 那根据我们网页上 网络上有一些资料有提到 法光法师的心愿是翻译经典 那或许在今晚的这样子的一个法坛当中 我们可以从法光法师的 这个分享当中 更加理解 法师在这个大学任教了数十年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来谈这个佛学与学佛的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好 那我们就恭敬离请 法光法师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法谈 法师你首先先要谈一谈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有一些提醒 如果大家在法谈当中有想要提问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以文字的方式 在我们的面子书或者是在我们这个Zoom的这个聊天室留下你的问题 那过后呢 待会呢 我会带大家呢 提问法师的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首先呢 刚才您听到我的这个心愿是易经 这一点我在看到你们网上的宣传 说到我的唯一的心愿是易经 这恐怕需要一些解释 如果我的唯一心愿是易经的话 那我今天在谈这个学佛跟佛学融合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这句话可能是有心人就是就是你们的这个 你们的这个义工当中有些有心的这个佛教徒帮忙做这个推广的时候呢 他推广的时候呢 看到他他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结论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我首先开始要做一个纠正啊 易经肯定是我一个重要的心愿 但是绝对不是我的唯一的心愿 我讲的清楚吗 听得懂吗 听到听到吗 听到 听到 那么 其实如果讲到我的心愿的话 很简单 就是常随佛学 而先生以这个红法立身 这是我一心的这个心愿 我的使命感就在此 明白的 法师 那法师从你这个希望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常随佛学 它是算是一个常随着佛学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当成是一个名词的话 那佛学跟学佛啊到底是哪一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或许可以请法师来帮我们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佛学 那跟学佛它是怎样子有更好的这个连接的呢 我准备了几片很简单的这个PPT档的这个投射片 那么首先讲这个佛学 佛学呢 说到佛学 我们也可以分成这个第一是纯粹学术性的佛学研究 佛学就是佛学的研究 但是可以分成纯粹学术性的 这是第一个 再来也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范畴可以叫称之为这个理性的佛学 那么这个理性佛学就包括所谓的奴隶思维等等 等一下我倒回来讲这一点 先倒回头讲 第一的这个所谓纯学术性的这个佛学 也就是说 这个把这个佛学 把这个佛教的教义历史等等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问去研究 学术性学问去研究 那么研究者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宗教情操 更不需要是佛教徒 所以而且在近代历史上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的纯粹的学术研究的这个学者 其实不是佛教徒 那这也要特别注意的他们不是佛教徒 我先最好是举几个具体的历史 讲到这个纯粹这个学术性的这个学者 而不是佛教徒的话 就是说现代近代很多比方说这个天主教啊 基督教啊 这个传教士等等这方面的学者 有一位比如说叫做A.B. Keith 这位教授很出名的学问非常好 他是英国的一间大学的这个教授 他做了很多书 这个人呢 他其实完全对佛教没有好感 所以他写的东西呢 基本上意思啊 简单说就是说你佛学有什么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都是很荒谬的 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这样的一种的 他以这种心态去去研究佛学 因为他主要是研究这个印度的这个文化 包括这个佛教跟印度教都是文献的 他们肯定都是跟他们自己的这个教团有关系 所以呢 其实这个Keith后来非常出名 因为他精通种种语言 所以我们要觉得很惭愧了 那么整两个世纪左右之前呢 这些外教徒或者这是所谓纯学士性的研究者 他们都精通我们的 比方说巴黎文呢 泛文呢 藏文呢 汉文呢 日本人 日本文呢等等 那么最初其实翻译我们佛教经典 成为西方语言的不是我们不叫做本身 不是 而是这些西方学者 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很惭愧的 当时当中有一些是很值得赞叹的 很很有其真诚的 但其中一些就像这个刚才我讲这位Keith怎么样呢 恐怕呢 他就有很重的偏见 是一个很不好的历史 所以当时呢 他就说了一些对佛教不公平的话 佛教教理不公平的话 引致因为俄罗斯的学者叫做Taparsky 这位学者是很好的一些佛教徒 他说你说这东西啊 你作为一个西方学者 是我们西方我们西方这个这个学术传统里面的一个大修史 所以这是一些例子所谓的纯学术性的这个研究了 完全没有这个宗教秦朝的 更不用说有对佛教有同情心的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表示有一些所谓纯学术研究的 其实也不是真正纯学术研究 他有所谓的我们英文说vested interest 就是既得利益 我也因为时间关系 我举只是一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位 这个 这个基督教的牧师 他在这个上海活动了很多年 那么他们去那边干嘛 他们起研究 中国的语言 研究印度语言 研究佛学 所以他研究一部叫做大乘起信论 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 然后他是近代第一位 把这个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的 就是他 当然他师父他之前呢 好像这个令悟 英文大卓他也有一个翻译本 但是他他的翻译本是没有流传的 就是私下给他的学生们 那么你去看他的那个他的导员 他说我在我在这个上海研究佛学 那么幸好有这个上海的佛教居士的帮忙 所以我理解了佛法 能够把这个顺利的把这本重要的这个文献翻成英文的 可是你看到里边讲的东西呢 他是完全百分之百外去佛法 比方说他把这个Tathagata如来 他翻译的是Messiah 你懂他的意思 英文的Messiah 更严重的比方说这个真如 真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对啊 我叫你们说真如代表最终真理 他怎么翻真如呢 他翻成true model true model 真就是true 如就是model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 他的意思想要表达就是说 其实上帝造识人 is in his own image 以他的形象来造识人的 那么上帝就是真如了 上帝就是true model capital t capital m 还有很多很多历史 我们今天不需要举出来 一个个举出来 在那本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这种的这个所谓 纯就是完全没有佛教情感的 没有同情心的这么去研究 而且更甚的是 他们有所谓的既得利益 这种就是所谓佛学研究的一方面 而且是负的一方面不好的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佛学研究的学者 而这些学者其实他们不是纯粹的学者 他们谈学问他们非常高声 他们不输于任何人 不输于刚才我说那个Jepasky 他肯定不输于过那个Kith 那么他们也懂得所有的语言 他们也精通佛教教理历史 所以这些历史是正面的历史 刚才举的是负面的历史 可以说这种 我们不把它称为是这个纯学术性的研究 而是理性的思维 理性的研究 也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位教授叫做Kunzi 这位教授原来是德国人 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可是都在英国跟美国 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原来是研究西方哲学 西方心理学 因为当时他没有接触到佛教 后来他通过DT Suzuki的著作 关于禅学 关于大乘教育的深奥等等 很感动了他 所以他改行了 结果他就开始研究佛法 学梵文 学藏文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大波罗金的这些版本 还有当中的很多其中的翻译 翻成英文的都是他的贡献 就是Kunzi 那么他当时他就很具有批判性的 他说他的同僚当中就是西方学者当中很多 就是这种所谓刚才讲的纯学术的这种研究者 对佛学对佛教哲学有很多不正确的理解 很多误导的地方 比方说他们喜欢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比较 这些比较 宗教的比方说佛学的这个这个空观啊 就是Kant的理论啊等等 他说这是不对的 这是很肤浅的 因为你要比较是好的 可是你要比较你要要要有些前提 一个就是知道这个这两个系统 一个是西方的这个哲学系统 一个是佛教佛学系统 所谓佛学 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他们的背景是不同的 他们的目的是不同 以Kunzi来说呢 这个所谓的佛教哲学 你要了解甚至理解的话 正确理解的话 必须要把它看成是禅修的基础上 所发展出来的思考 这是非常正确的 他当时能够讲这些话是很难得的 当然这位学者老早就不在了 另外还有一些 还有刚才我说我们的这个最初的佛教经典 很重要经典的 特别是大胜的经典 不是我们佛教徒翻的 更加不是我们佛教出家人翻的 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有这个心愿呢 尽管不是我唯一的心愿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 我举一些例子 在比利时跟法国有群学者 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传教士 他们都传着士人 而第一位就是雷维 雷维呢 他是天主教的神父 神父啊 但是他一辈子研究佛学 那么今天的这个为时二时论三时论 相关章言论啊 这些是很重要的佛典呢 是谁编出来的 最初从这个手抄本 编出来就是他 他也翻译过几部 成这个法文 他的弟子也是天主教神父 叫做普圣 他也是精通所有的佛教语言 今天他留下了好几部翻译 一部就是据使论 另一部就是成为使论 这是我们知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佛典 我们的绝对很羞耻 很惭愧 这不是我们翻的 那么据说普圣呢 花了差不多二十年 前后二十年了 去研究这个据使论 当时呢 据使论没有这个梵文的本质 但是呢 幸好他手中有部分的这个 有部这个唯一的梵文的 这个究结书啊 是叫称有的 这个罗斯密特的这个究结书啊 那么在那个基础上 然后特别呢 他选用了我们的玄奖大师的翻译 当然他有他有比对真谛 有比对藏文 其实他是以这个玄奖法师的这个一本为难本的 加上刚才我说的那那那那一部这个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花了很多年把这部翻出来 到今天为止没有现代的这个翻译能够超越过他的 在理解据使论方面呢 恐怕也很少人能够超越过他 那么他的帝子 还是天主教神父 他叫做拉末 这一系列的天主教神父 拉末发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这个解释密经啊 大家知道很重要吗 对不对 这个世大成论呢 你听过吗 有 那么还有这个大圣的成业论呢 那么还有维莫皆经啊 这些重要的事情都是他们翻的 都是天主教的神父们翻的 但是这些是好的历史 混血本身呢 他是佛教徒 那么他据说他这个教书的时候啊 在这个校园里边啊 那么讲完课了 他就在外面呢 他的caravan里面呢 就打坐了 禅修了 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这些例子 这些也是很出色很出色的佛学学者 刚才我谈到这些kids啊 什么他们学问根本就比不上这几位 所以这些都是所谓这个学术研究的历史 但是我刚刚说那几位呢 是刚才我说是正面的 是好的历史 不是坏的历史 而且他们对佛学都有很真诚的这个 这个这个同情心啊 要以佛 以佛学 以佛法去理解佛法 所以我们今天我本身呢 很受他们的这个启迪的啊 那么这些都谈到这个所谓的学术研究 也就是说简单一句话 他们不是纯粹的 刚才首先谈的是纯粹的 这些呃 呃 像Keith啊 像Timothy啊 他们是纯粹学者 他们不管你什么呃 那当然Keith Keith本身呢 呃 也不是完全是纯粹的这学术研究 因为他有他的他的既的呃 呃利益嘛啊 他就想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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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这个 把把这个佛教徒就就就就就转为他们的这个教徒的啊 是这样的 那么好了 讲到理性思维的研究啊 也就是说是关于理性分析的啊 是 呃 呃 但是在里边呢 也包括一些超越以为我们普通所谓的理性思维 呃 就是不是在文献上啊 呃 比对啊 等等而已啊 我们可以把这些超越以普通理性研究的大学里面研究 比方说啊 因为刚才我讲这些教授都是大学的教授来的 是 天主的神父都是啊 那么我们可以呃 把它呃 寒舍到所谓的我们佛教有句话叫奴理思维 奴理思维啊 就是奴理思维呢 包括理性的研究啊 呃 乃至你可以说包括学术性的研究啊 就就至少是概念上的分析啊 等等啊 但是呢呃 呃 也不限于这这些概念上的分析 就在概念上的分析之上 所谓的文字上呢 有修有思有修 这个思就是奴理思维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这个所谓我们现在现代所说的这个研究啊 那么学问上的研究啊啊 那么已经进入了的这个残修了 这个思其实就已经进了残修了 修更加如是的啊 修正了啊 所以从文在文的旧上啊 到修到诗到修 这种也是一种佛学研究啊 到修当然已经完成超越了啊 到诗方面呢 它含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概念的教育上的分析 在教育上的分析基础上再去思考 这种思考呢其实就是残修 所以我们佛典里面常常看到这些名像 比方说是思维啊 作意啊 奴隶作意啊 这些不是我们普通想象那种的概念上的这个思维 其实就是残修来的啊 不同程度上的在不同阶段上的做残修来的 我举稍微举一两个例子 就是给你们看就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 我在谈这个奴隶思维啊 它怎么超越普通的这个概念的啊 理性的这个分析啊 比方说啊 首先我我我介绍一段文是引致这个 显宗论这是阿比达摩传统的啊 那么这个 中显论师啊 他的这个 他对这个居舍论的诸解他是比方说他是这样说的啊 呃 诸解一下啊 不死来 所以不能见世圣地啊 都是由于歇待啊 他是知道意思的啊 不乐听闻 不乐听闻 如理视为世圣地 就是不乐这个听闻跟听闻就学习了啊 就是也可以说是研究的部分 然后在这上呢 有如理思维就四地的圣地 那肯定已经超越了这个 普通的思维 所以什么是苦啊 什么是疾 什么是灭什么是道 那么由于这样的如理思维呢 就能够见四地 树正菩提 可见这个如理思维啊 已经超越普通的所谓的学术研究 但是它还是一种佛学的研究啊 无学研究之上 加上这个 残修加上修行啊 另外一个例子我举的是从这个 瑜伽师的一论的这个传统啊 所谓大圣传统啊 呃 这里讲到的 与实无事不争不义就不争一了 不争一不捡损这是中道了啊 实无的实在没有的 比方说这个我不存在的 对吗 这个不得脚弱不存在的 我们去幻想一个我 那就是正义了啊 所以实无事呢 无韵是有的 但是这个我是没有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神我是没有的 这个atma是没有的 所以不争不争不争 有实有的 而有而你实有是呢不毁放啊 就是而不不减损 比方说真理是存在 最终真理是存在的 以这个这个 这个以加上的系统来说呢 以维持系统来说呢 真最高的真理是超越言硕的 以言文字的叫做离言自信 这是实有的 你不能够否定这个追踪真理的存在 你把这个的否定掉的话 那那样还有什么可证呢 他的这个是他的立场 当然这个肯定跟这个比方说 跟中观的解释是不同的 我们不要牵涉到这种的 这种辩论 这是说他从这个瑜伽思统的 这个这个系统来说了 所以不争议不检守 也就是说他说 为以无常苦空无我的一切法中 了之无常苦空无我 以能如是如理思维 便以佛所呢 无话无疑 那么就断绝无疑 完全的能够得到圣洁 完全得到信心了 这个是通过如意思维 那么他肯定这种如意思维 不是说一句正理 一句逻辑 当然的分析的 是牵涉到 在那个基础之上 禅修 思跟修的 这些都是所谓 佛学研究的这个历史 刚才讲 常随佛学 这个不是佛学的意思 你对错了 常随着佛去学 这个意思 其实是学佛 学佛 这是我的信念 希望我能够有这样的 应援能够 常随着佛去学习 那么这就谈到这个学佛了 刚才还没讲 关于这个研究 还有一些历史 刚才讲的是 首先是纯学术性的 就是当作一文学问来 去探讨 那么当中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历史 讲到奴隶思维 另外一些历史是不奴隶的心态 我举一些历史 很多很多年前 我知道有一部书 这部书是两位牧师 基督教的牧师 他们写的 基本上他的用意是在说 他们最初很想了解佛法 有什么深奥的东西 什么宝贵的东西 我们可以学习 而我们基督教没有的 然后他研究一番 后来他声称说 其实最终我发觉到 佛教所有的所谓好的东西 所有的宝贝 法宝 其实我们都有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去度过到彼岸 所以有一位 我说 不提名字 有位文佛教的很伟大的导师 他就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 因为其实他说 以他的分析 他写了一篇很长的书品 他说这两位牧师 其实从开头就没有真诚的意思 要度过到彼岸 难怪他没有过去了 懂了吗 就是说这种的研究 这种研究就是因为有不正确的心态了 有不正确的 因为这个动机问题 他不是真正要研究佛学 还有也可以讲讲我个人的体验 简单说了 我小时候 那么很赋予宗教情感 我六年级就开始这个皈依了 那么 自己学诵经 早晚诵经等等 那么到了中学 在那时候差不多要出家了 还是没有 最后没有成功 因为我的父母反对了 后来进中学了 中学一段时期 我对数学很感兴趣 那么后来觉得自己 我实在 实在有这个科学的 因为那是那个年轻时代 青年时代 有一种天真 一种理想 感觉自己是正在学习到 学习到这个数学的 学习到这个 这个科学的 所以 回顾起来 小时候我肯定是很迷信的 那么一个时期 差不多放弃了 佛教了 最终把故事 故事述短一点来说 最后到了大学时代 转眼感觉到 还发觉到 其实我始终都是想学习佛法的 那么之后 简单说一句 我就成为书家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表示说这个研究佛学 跟这个你的心态 你的动机 你不同的 这个阶段的 这个发展过程 都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要意识到 这些部分 这些都是关于 这个 这个 佛学跟学佛 那么 再讲呢 讲到 学佛 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 我们应该有一种客观性 那么等一下我解释 尤其是我们需要有 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 就是佛法 佛教 怎么开始的 怎么发展的 我们不要畏惧 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那等于说 我不是否定我们 比方说大臣的经典了吗 都把它看成是后期起来的 如果事实如此的话 你哪需要怕呢 对不对 那是谈到什么是 大臣是不佛法 那些另外一些问题 我们在下面谈 总之不管怎么样 如果 比方说 巴黎文的 这个圣典是 初期的 最初的 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事实 不管我们信仰哪一个中派 因此我们必须要 超越中派的 这个偏见去 如果要学佛的话 如果要学佛的话 那么刚才我讲 而且呢还有 也必须要回归 世尊的佛法 这是非常重要 你说到客观性 你说到历史发展性 你说到超越中派 你肯定要有一个最根本的 这个准身 那就是世尊的佛法 必死心的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考虑 这不等于说 那么说那么大臣 你就说他不是佛法 这绝对不是 我认为大臣 绝对是佛法 那什么是佛法 那你怎么去看他 但是谈到历史的事实 你却不能够否定他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讲到什么是佛法 今天要讲这个课题 可能还要两个小时 所以不可能 稍微讲几句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 波罗经的发展 最初期的 我们据我们了解 是巴千松波 而且现存的巴千松波 也不是 已经不是原本的 那个本子了 我们现在在 就是图书馆看到的 这个范文本 已经变成范文了 原来应该不是范文 这种俗语 那是最初 而且它有一个 本子的文典的 这个发展过程 每一个文典 都有它的 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这个不能否定的 这个其实包括 那个巴黎文经也是如此 我们绝对不能够说 巴黎文就是百分之百佛 亲口说的语言 我恐怕我也不能够接受 这都是 我所谓讲的 这个政策历史观 而现在讲到 这个巴千松波 在第一篇里面 我们看到 第一篇的 这个 至少是比较前的 前半部分 应该是 最初的 最初的 这个 版本的 这个形态了 那么 如果这样看的话 特别是 头几月的话 我们看到有一个 他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 从这个 虚菩提 代表着 这个兴起的 这种 这个运动 所谓的杂尘运动 这个 波勒 波勒 这个十神 他回答一个问题 他针对一个问题 那么 摄利佛 是 所谓代表 这个传统派了 问他 问他 您现在 说法 那么 变才无碍 怎么样 到底是您 您自己的 这个力量 还是 依赖 这个佛的 加持 你才能够 启发 你才能够这样说呢 那就谈到 什么是佛法 那么 那么 这个 虚菩提 虚菩提说 任何 在一个 不断的 传统 当中 从 这个传统呢 是从 佛的正觉 他正觉到 法界 正觉到 真理 从 那个开始点 一直留下来 不断的留下来 就变成一个 所谓传统 在这个传统当中 有修行 有证悟的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 不管 所说的法 是佛 亲自说的 或者是 弟子们说的 乃至 或者是 代价人说的 我先把它 稍微 carifrase一点 那么 只要 他没有 违反 这个 法界 都是法界的 等流 法界的 就是说 都是真正的佛法 是从法界 从佛阵的 真理 等而流 下来的 那就代表着 最初的 这个 大乘佛子 他回答一个 很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 讲的东西 我们知道 不是 几千年前 释迦牟 或者当时是几百年前 最初 佛用这个俗语所说的 那你到底现在 你表达出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佛法呢 他的回答 刚才我讲的 意思是佛法 只要他不违反 这佛的 所正的胜利 而且有一个 不断的传统 这叫做等流 但这个等流 必须能够 要回归到 因为你谈到一个 不断的等流 应该回归到佛陀本身 他的身教原教 他的圣母 要不然的话 你中间断了 你再继续发展出更深奥的 更美妙的哲学 冲洗量就是这种哲学 不是佛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些问题 已经 我觉得是 他们 已经回答的 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不能 不需要太多讲 我刚才讲这些例子 有客观性的 有类似性的 能够参与中派的 我估计举一两个例子 现在我们有运生导师 大家知道运生导师 我们也有旅程教授 中国的旅程教授 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还有很多日本的学者 他们都代表着这种的 这种的 很好的例子 那么运生导师 你知道他大研究过法 他知道 他了解到 他要理解大圣佛法 理解宗观 他必须要回归到 印度佛教 所以他自己研究 在阿含经 他自己也知道 他也研究过 阿比达摩 他有洋洋大观的 说阿比达摩 这些有部 论师研究 比方说 这是很难得的 当时 他在研究 阿含经 就是相应 我们大力文 经典的这个经 那么是很难得的 因为他也不懂得巴黎文 他也不懂得外文 所以他只能够通过 这个日本的翻译 他自己去普学 能够精通 看得懂这个日本人的这个翻译 这么去研究出来的 那么他写成一部叫做好像是叫做最初叫做这个阿含十四讲 后来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佛法概论 这本书就是就是在那个他的研究技术上 当时给人家说 有某位大师 所以他是好像在马来西亚也活动过的 我不讲他的名字 那么他把这部书 英俊瑞士他 认在地上 一认就说英俊是小城 所以英俊法师受到很多委屈 这是因为英俊法师有客观性 有正确的历史观 能够抛制中派 这不等于说他抛弃了自治中派 这是怪错了他了 委屈了他了 因为他也 比如说 大圣是佛说的 他也在 残明这个中观为始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就反应确实如此 所以就可见 英俊法师的成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有正确的历史观 有客观性 而且能够抛制中派 旅程也是如此 他们后来在英国初年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斯坦内学院 大家就知道了 后来变成中国活学院了 成就非常大 他跟他的师父 欧阳健都是很好的历史 他们都强调 他研究 谈到学佛 这个 不是单纯是 学者那种的学佛 要融合 学佛跟佛学 必须要回归到 世尊 历史性的 世尊的佛 他们是看到历史 再举一些历史 日本学者 很多位都是 你看今天 你比方说 埃尽玛在东京大学很有名的范文教授 印度学教授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其实他自己的这个专长是中官 可是他也是 他也是 皮团的专家 他也编了 比方说 这个 剧史论的一个部分 等等 还有 这个 Hirakawa 平川章 他 更加重要的例子 他是 日本 真宗 净土真宗的 可以说是他们的所谓出家人 他们是在家的 不过当我们称之为出家人 真女吧 所以谭中派呢 他绝对不是属于其他中派 是属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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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净土真宗的 那么谭他的最初专长呢 他的博士人文是关于绿杖的研究 所以他出一部书叫绿杖之研究 绿杖之研究 但是他花了很多很多年去研究这个 皮团学所谓小秤的这个学问 那么大家知道他最出名的其中一部 著作呢 有关这方面的就是他的 三大部的这个 三大部的这个索引 index 三大部索引 今天我们是必须要用到他 每个学者都都不能复略他 而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有自己本身这个这个中派的 自中派所述的他们没有放弃自中派 而且他们维护自中派 你像很多人种的也是他们去研究 妙法莲花精 所以他们去研究范文 然后说到妙法莲花精有这么多几百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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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手槽本等等 这些历史历史问题他们不能够否定的 他们完全介绍而且是很有系统性的研究 所以中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融合佛学和学 运行法师他们是非常好的意思 另外呢 讲到学佛呢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跟佛学有个重要的差别是 佛学是重于你的头脑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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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 你的computer 对吗 用你的聪明 用你的资料去分析 学佛呢 他目的是在于转化你的身心 准备五蕴呢 那么五蕴呢 就牵涉你的情感呢 牵涉你的理智呢 牵涉你的意志呢 等等了 所以呢 是整体性的 整个身心的转化 所以这个是跟这个佛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点 而且把要把佛学跟学佛把融合起来 我今天所谈的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要在我们这个学佛跟佛学两方面 都要注重这个佛法的整体性 所谓整体性 比方说我们以这个三学来说有戒定会 现在很多人说 佛教是很好的这个道德学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这个圆满 我是不敢不敢口同的 因为这个戒肯定是很重要的 这是基础 那戒肢上你一定要修定 因为那个定 禅修才能够转换你身心 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了 通过佛学去学佛 还有定也不单只是定本身 把它固立起来 把这个在三学当中把它抽象的 把它抽出来 一个部分去谈禅修 去谈正念 今天很多人是喜欢这么做的 其实也是不对的 你要从整体性 整体就是戒定会 那个定是发智慧的 怎么重要 它还是一个方便 所以要这样去修 这样去才是真正的学佛 而且当中当然 因为它牵涉到五运 确实要肯定你的思维方面 你的理解方面 你修定会都要确实要理解 所以就跟这个 佛学是不能够脱戒的 所以我们这个 我在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佛法中心 香港佛法中心 我们那个口号就是 学佛和佛学 佛学 可以用其他的例子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教育 叫做五根 五根是信 勤 念 定会 这五根 这个也是个整体性 也就是说你这个就是 比方说这个会 它就牵涉到佛学研究了 牵涉到佛学研究基础上的 所谓施而修了 那么修方面牵涉到什么呢 念 定 对吗 勤 而它的基础就是要有最开头 最重要的还是要信仰 没有宗教 是没有信仰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 有人很喜欢说我们这个 比方说这个南全佛教 我们不谈信仰的 因为它的翻译里 那个saddah这个字 他们不敢翻成faith 他们顶多是说什么 什么confidence 信仰这种字 我觉得很好笑 这种一种心理毛病 今天来说在佛 这个英文里面 如果真正能够 对应这个 巴黎文法文 这个saddah或者shaddah 法文呢 其实还是信 缺乏不了信仰 你去深了研究这个 巴黎文经典 你也看得出来 到处处都强调信仰 你不是说 我们的宗教是讲理性的 我们宗教是讲智慧的 我们不需要信仰的 我们这个信仰 当然不是盲从了 不是盲信的 但是信仰是很重要 所以这里牵涉到 也就是说情感 牵涉到这个意志 比方性情的情 这是意志方面的 牵涉到你转化 你整个身心需要 这个念啊 需要修订啊 发智慧 这个整体性 在这个整体性当中 我们才能够谈 这个佛学跟学佛的 这个融合的 我讲了很多 可能时间你 差不多 你哪有什么问题 好 或许刚才 刚才法师在 把我们去定义说 什么是佛学跟学佛 法师也讲了很多 而且还说 应该怎么去 原容这两方面 是是是 那法师可能对于我们一些 一些素人 或者是一些 可能他的一些素养 研究的 这个素养 可能没有这么好 可能没有这个语言的 这个天分 然后也不知道 什么应该如何去 做这个佛学的研究 那可能就会造成说 有些人就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 哎呀 学佛不用懂太多的 老老实实的 去实践就好 比如说念佛 或者是 禅作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法师对于这样子的一些 我们比较常会听见 这样子的一些建议的实话 法师是这样子看待的 首先刚才你提到这个语言 没有语言天分等等 对 这个你说研究哪一方面 如果你研究这个佛典的话呢 语言工具是应该有的 这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研究的学者 不管是纯粹性的 学识性的 或者刚才我说的 这个学习研究 加上你的语言感的 你真正性研究 没有关系这些 他们都是精通 我刚才举了例子 都精通所有语言的 所以语言非常重要 今天我可以说 我们这个华语的佛子 在国际上 不能够占一起之地 大部分不能够占一起之地的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不精通这个佛教语 那我刚才我说 我们要应该觉得很惭愧的 我们要等到外教 那些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去翻译我们经典 而当中有些 故意外去我们的那种的 那种的这个外教徒来翻译 那么今天我们要迎头赶上 要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所以这个语言工具 我是肯定强调了 但是这个是说 你要做这一种的 比方文本的研究 这方面的 你说强调这个修行 把这个佛学博跟佛学 把它融合起来 也就不一定要这种的工具 但是要分开来说 那么所谓的 我懂得一点就够了 这个什么懂得哪一点呢 这个佛教呢 刚才你看我们说到 这个性情念叮会 是谈融合的 融合这个理性 情感 异动 这三方面 得觉得吧 所以呢 这个 单是这个比较情感 偏差了也是很危险的 那你就变成迷信了 对吗 有些人跟我说 我 我不管佛记怎么说 我不管释迦牟尼佛怎么说 我的师父怎么说就对 是算了 是算数了 那不是很危险吗 今天所以因为这种的态度 去学佛 那么 所以就产生了 像卢圣燕这种现象 很危险了 对不对 学教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你看佛教呢 就强调一种 融合圆融性 就是你的理性 你的感性 你的异动 情感跟理智 谈到基本认识呢 当然可以讲很多啊 今天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讲 但是呢 一点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研究至少要有一些这个指导的原则 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现在姑且用一个一个教义啊 叫做诗医 诗种医 大家肯定也已经听过了 第一是依法不依人 刚才那种呢 比如说我的师父讲的就是佛法 我不管经典怎么讲 对我 对我不感兴趣 那恐怕他不是佛子 当然他有他的自由啊 他喜欢怎么修 怎么想都可以 但是你说他是 他是 他还是佛教徒吗 恐怕我就不能够接受了 所以你要 你要依的是法 佛法 是真理 是佛说的 而不是这个人 什么什么师 什么师父你肯定要尊重的 这个不等于说 我们不注重师父 这个师父可以代表整个传统 传统刚刚讲的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这个传统 而传统当中 他是什么呢 传统是这个智慧的总会 他是这个修行 正道 这个结果就在传统当中 没有了他就没有这些智慧了 没有佛法好学了 对不对 所以传统 这个人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 在法与人的两者当中呢 我们要议的是法 释迦摩尼佛本身也说啊 大家知道有个叫卡拉玛斯塔 他说 你不要盲信任何的这个 这个这个 导师跟你所说的 乃至我所说的 你也不要去盲求 对吗 你要自己要体验 这个人有个可以说狭义的 有广义的 你要依的就是佛法 你体验到的佛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意义不语语或者不语文 就是说语言文字啊 刚才我谈到了 如果你要真正研究这个这个文本的话 你要你要研究到底佛经里面出现这个名诗 或者是这段文 他真正意义是佛想讲一下什么东西 那肯定你要研究语言 你不能够让那些 英文法语去牵着你走 特别是那种的故意歪去佛法那种的翻译 对不对 刚才我谈过了 所以不语语 包括汉语的 乃至包括巴黎文梵文的 这是语言文字的 那么而是要依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要懂得到心意 这是一个很重要 今天很多问题就是在 制作在语言方面的 巴黎文是纯正的 我刚才说 我的理解是佛所说的真正语言 我们其实真正也不懂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语言 肯定是很接近当时的巴黎文 我们只能够这么说 对吧 而且巴黎文经典也不是 每一句都是直接佛口清楚说的 他就经过一个编辑过程 他在这个 每一步 每一步都有一个 他的发展的这个历史性的 对吧 所以不能够以这个文字的表达 而且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的这么传承下来 肯定中间有很多编辑的这个 这个事实在里面不能否定的 所以我们要译的是到底这些话要表达什么真意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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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知道了 另外呢 意志不意志 那这句话 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说 我现在只从一个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借用比方为始中 他有一个教义叫做 转始成之 把我们的事把它转成是 这个知识就我们叫做 其实就会了 就智慧 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认识的模式 我们心事不起责疑 一起呢就有分别 就变成所谓的能所恶元分别 所以因为这个能所恶元分别呢 就产生其他种种种种的差 轻轻慢慢的这个差别分别 所以我们这个分别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佛教的目的 就是要引导我们走上修行 通过调整我们的生活 这是世界 然后生活调整好了 在机会上要禅修 禅修然后慢慢发挥智慧 所以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刚才我说的这个五蕴的转化就是这样 那么可以说 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认识 这个始终认识 我们的始 特别是我们的五始 包括我们的第六始都是 都是分别的 五始有没有分别 那看你怎么说了 现在我不谈了 这是比较问题 但是我们在谈这个六始的分别 刚才说到这个争议减损 这是典型的分别了 没有的东西 你说它有 你相信它有 这是一种分别 那么有的东西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是有的 你否定它 那又是一种分别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种分别 而这个分别呢 刚才说 我们的心思不起 不起折以一起呢 就是这样分别 结果呢 我们永远永远不能够证实的认识到真理 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到如实之见 所以我们就会轮回打圈子 问题就在这 所以呢 你不管说是初期佛教 南传佛教也好 维始忠也好 都是针对同样的问题 不过维始忠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呢 是通过这个转使承词 承了词之后呢 你的意识就没有分别了 就直接的 如实的了知 这样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的存在的问题 存在性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依的不是我们普通的认识 可以说一句 我们普通认识呢 在某个意义上都是错误的 因为都是歪曲事实的 乃至我们所以讲一句话 我们做一个结论 任何的研究 刚才谈到佛学研究 其实都是歪曲佛法 程度上不同 方式不同而已 了解吗 那真正怎么样 怎么样能真正的这个了解佛法呢 就要依赖我们的知了 就是我们得到的真正智慧 能够直接 没有 任何的分别 直接 领悟到的 这样的认识 就是知的认识 就在这个意境里面谈 这是第三个 所以也就是谈谈我们的修行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依赖 不能够信赖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认识 我们的所有的识的认识 另外就是一了意经不了意经 就是说经里面佛陀是应急说法的 他也说完的东西是针对这个某些根基 在什么场合里面他应该说些什么话 他的目的是要怎么去 怎么去引导那个对象 那么听他讲的对象 所以他讲的不是每一句 每个解释都是所谓了意的 真正是符合他的真正要讲的意思的 也就是符合真理 因为佛的法也叫法 佛说的 这个真理也叫法 就是这个意思 佛所讲的就是他证悟到的真理 这没有差别 所以在经典里面 我们不能够跟这个佛学 就是很有关系的 文研究经典要说到底这部经 是不是从这个佛说的整体性来看 是他的意义是如此呢 还是他表达的不是他字面上的表达 所以这些试者你看都是有牵连关系的 比方说这个是意义不与语都在牵述在这里 那么这个试一呢 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字 怎么去 刚才你说的 有些佛指说 我只要懂几句就好 小部分就行了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理解你的修行没有离开这四个原则的话 那你不需要懂得什么什么巴黎文 藏文 中文 什么学术研究方法 因为如果你有佛法的话 你这佛法为主 你就会走偏差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要医的不是死 而是知的话那你懂得修行 你修行哪一种知 你的还有谈到你的这个这个动机问题 你在最初起点的问题等等 这些在下面下面我们再再来讨论一下 所以总之简单说句呢 你说不需要懂得太多 他懂得怎么太多法呢 主要根本的 比方说苦空无常无我 你必须要懂 不是无我的话 那怎么是佛法呢 你修的怎么是佛法呢 对不对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过分的强调这种理性的分别 理性的研究的话 那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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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在这个分别方面去 就是你不是在修行 对不对 而且呢 这样的理解呢 实在我也同意 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的障碍的 所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 我们怎么样将学佛跟佛学融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把握到这样 这方面呢 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什么 什么教育上的这个分析 等等这样的理解 而且也不怕 读错路 修行错路 因为我们有原则 有这些比方说 私益这种等质 明白的法官法师 对对对对 你在提醒大家说 在整个学习佛法的整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试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法师我们这边 只是一个一个历史而已 是 法师我们线上有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提问 可能或许他需要有更多的进一步的解释 他说想请问法师啊 有修行者跟他们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 这个佛学可能都是一些知识 还不能帮助我们政务 也可能所成为我们的这个所执障 只有这个 他是对他所说 话头餐才可以帮助我们开悟 等一下 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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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这位佛子啊 恐怕没有真正了解他用的这个文字啊 什么是所致障啊 他好像我觉得他用你觉得 他的含义很奇怪啊 那么而且另外呢 就是他讲的东西 我们其实是讲 就是说你完全是依赖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理性的分析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学问上的这个研究等等 你迷醉下去了 你肯定是一个障碍 这我们已经讲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是所致障呢 讲起来很长的 我们也我们在我们教学当中啊 教委所都谈这种问题 最近我讲到一个 我有做了一个演讲啊 是这个Oxford大学的 牛津大学的一个演讲啊 在网上你们可能很多人也听过了 都是讲这些问题 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东西 但是不像 刚才那位朋友这样所说的 那个事 嗯 是 了解的法师 可能在谈到 法师 看看我们在一直都在 还有他说到什么 只要以话头 才可以帮助开悟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话头是 是禅宗的一个重要的修法 这个已经变成我刚才所说的 你是在一个中派的立场上去谈这种问题 我现在是希望能够 希望强调超越中派 不管你是什么话头呀 但难道 难道修净土呢 不能说真的真是一心不乱的修佛 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嘛 对不对 他们就不会谈话头了 比方说对吧 所以我是说不管你修话头也好 你修这个专心这个净土 修这个念佛也好 等等等等 基本的原则 我们在谈的是基本的原则 一点 刚才那个就很好的历史 那位朋友说 就是没有一种客观性 我谈的客观性历史发展性 而且更加不敢 不能够超越他的中派 杂志中派的这个历史 这就是恰恰就是我们的毛病 就会学佛跟佛学的毛病 或许我们可以直接从法师 法师的身上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刚才法师在强调的这一个部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像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印象的时候 我们跟法官法师在 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印象就被法师的 这一个他的穿着 我们就以为法师是肯定是 研究难传的法师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跟法师在聊了过后 在看法师的履历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法师在他的这个研究当中 其实很多都是在研究大乘的这个景点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 关于这一点 因为你提起我才讲 你知道我在 我在香港大学讲学的时候 讲的课程是什么吗 第一是大乘佛法 而那是必修科 是我讲的 第二讲这个梵文 所用的资料 就是大波罗金的资料 第三西山门开我讲的 是这个瑜伽形态的思想 维使思想 肯定也不是什么小城 不是什么南传 那么只有一门叫做阿比达摩 那就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这个阿比达摩 我所讲的都是北传 基本上是泛文中文资料 觉得也不是南传什么传 我不想给人家定型为这个船 那个船 我希望我能够虚心的去学学佛法 我希望我能够以身作则 刚才我谈的 要超越宗派等等 要融合这个修行跟研究 我希望我能够在这方面 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历史 是 谢谢法工法师 就是用身体力行 去让我们整个视野开阔起来 不用一直着重 不用很死的去把自己绑在 绑在限定在自己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学佛的一个范围 或者一个领域当中 我还要补充了 我在港大也没有机会去讲 这些巴黎文的这些诗料 而反而到我成立了自己的 小小的佛法中心之后 我现在有叫巴黎文 有叫这个这个原始的经典 我觉得这个同样重要 所以有人看我把我看成是大圣的 有人看我把我看成是所谓小圣的 其实我觉得都是偏差了 对吗 我要学的是佛 我教的也是佛 但是这些历史重要性 这客观性 比方说巴黎文的重要性 原始佛教的重要性 它的根本性 我们绝对不能够否定 而且我要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你要研究 你要研究这个所谓 这个大圣佛法 像金属法似的 他就是一个很历史 我研究维史 我研究这个等等 其他这个汉文本子 博热经的思想 都是了解到 你必须要以这个初期的 历史性的原教圣教为基础 你才能够真的深入进去 所以因此法师这样才去 发生去研究这个阿罕经 我想我受他的起立很大 在这方面 谢谢法官法师这样子的一个 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谈 不过线上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Brother Ang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想请问法师 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说法 他说Timothy Richard的大圣起信论 是和杨仁山合作下完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就是他所指的 当时的这个上海的巨师 就是杨仁山他们就是领导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 这个牧师的那种的歪曲的这个心态 不能怪他 因为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Timothy Richard 他就利用着这些点 因为人家真诚很高兴 你要来学我们的佛法 对吗 你不懂得中文了解不过的 我们帮你 我们很希望你去 去把这个经典翻译成英文 他怎么知道这个Timothy Richard 是这样来翻译 对吗 这样去外去佛法 是明白 所以基本上就是 大概法师的意思就是 确实是他们是一起合作完成的 不是一起合作 他有帮他 不能说一起合作 他有受到其他一些记事 都有帮助他 人家帮助他 出自于真诚的 真诚的一种的心怀 去帮助他 却给他利用了 所以你就说 这都表示出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佛子 特别是华裔的佛子 要去反省了 我说我们应该觉得很惭愧 为什么要给这些人去外去佛法呢 那么如果不要的话 那我们自己就要研究了 所以佛学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观谈这个修行 修行和佛学要融合起来 在修行当中 你应该谈到研究 你就不能够 可以说吧 输给这些故意外去佛法之学者 就是研究就是你要 就要研究到很有分量 很充实 对吗 所以因此我也强调这个语言的重要性 我叫我这几十年 叫霸凌文化文等等 都是强调这个语言 要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就是 给这些人就像这种 这种外修佛法人 我们就牵着去走去了解佛法 我们了解的不是佛法 是被外去过的佛法 嗯 那是很恐怖的 好 明白的法官老师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 这位师兄他就提出说 在古迹上早就已经不再使用大乘佛教 或者小乘佛教来区分南传北传或者汉传佛教 因为大和小包含什么古迹上呢 国际上他说国际上 国际上对对对 那因为他的意思是因为大和小就包含了一定片面的看法 想请问法师是怎样子看 这样子大小生 其实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不会这样去看大小生 大小生 我看的是佛法 不是什么秤什么中派 这个秤那个秤 这人人为的 但至于你说这个现在国际上他有没有这种分别性 我觉得还是有的 你说不要说别的地方我们谈马来西亚吧 我问大家我还是马来西亚人的不要忘了 虽然你们可能觉得没有我对马来西亚佛法没有什么重要性 我顺便也要感谢我要感谢我的学生 比方说这次是达摩巴勒 我所知道他的推荐 要不然我拿你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佛法 谁就会请我呢 但是在马来西亚来说我要我再看一下了 马来西亚来看也有所谓大生小生南生北生 他们里边的心态有些没有表达出来 可是这种的偏见是脱不了的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开会什么 我不太想去 那么人家请你去最终是叫你去捧场 对吧 你的什么小生的师父也来了 而且你小生父有一点名望的话 他更加高兴了 对吧 现在香港有些人请我去一些法会 他说我们有三大乘 那表示给别人看 我们有中国的大乘法师 还有密战 那么南川的找法官咯 我拒绝 我不是要你那些供养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把我把它定性为什么传什么众的 我就很不高兴 所以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的 人家这个外表就外面对你很客气 这里香港都是一样的 对你很客气 是不是法官这个人不好应付 为什么不好应付 因为他也懂中文 他也懂这个大乘经典 你谈泛文他什么 他不是光是研究巴黎文的 不是光是研究这个什么样的经典 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法官不会回小向大呢 我没什么大小好转呢 我眼就是活法 所以不是在表面上他们对你很客气 其实里边的这个边界呢 我希望他们会意识到打破这个这种制作 是 这法官方是提到一个重点的 就是那个执着的那个部分 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与会者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他的阐述是 他的阐述是 他说从客观历史的角度来看 大乘经典是 我听不到你第一句话 从客观的历史角度来看 大乘经典是 谁讲谁讲的话 一位听众 他说大乘经典是后期出现的 那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 大乘经典是佛亲口说 收藏在龙宫 那时间到了取出来 那我们 他说他是想问法师 那我们应该讲子去融合 这两个很明显不同的这个说法 刚才其实我已经讨论到这一点 我引这个大波瑞经 这个波瑞经的最初的八千尊波瑞 也不是大波瑞 那么他开头就针对这个 他们意识到肯定有人问他这个 质问他这种问题 你在讲的是不是 已经是五百多年之后的 对吧 释迦牟尼佛之后讲的东西 而且也不是用巴黎文 所以这个记载下来的 是不是佛法呢 他们已经回到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要尊重他 他们讲的 在八千尊波瑞开头所讲的 他意义就是说 你要看 我要看你是不是佛法 对吧 那如果他 刚才我讲的 背难一下 就是如果是从一个 从这个释迦牟尼佛 历史性的释迦牟尼师尊 圣物道的真理 这个叫做法界的 等留下 一直留下来有整个传统 这传统是不断的 没有断过的 那么当中 传统当中有修行有证悟的 而这个开示 这个传统的道理的内容 是没有违反佛的教育的 这就是佛法 不管你是什么范文 不管你是后期前期 不是时间问题 是他这个经典所代表的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意义不一文 就是这种意思 对不对 一法不一人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样去看他 是大神是小神 不是什么时代 不是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 其实呢 我再加一句就是大圣佛法里面的 我很赞赏的一部分就是很多佛陀的本怀 真正意义呢 还是要依赖大圣佛法 把他精神花费出来 比方说慈悲这方面 是吧 乃至于比方说空啊 为死这方面 我觉得都是跟出去佛教 佛所说的 是可以相符合的 那看你怎么去了解的 怎么 所以龙树也说嘛 他说这个 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吗 因因释迦明 意思中道义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释迦明佛所说的缘起 这就是他所说的空 这不是大圣小神什么时代讲的 龙树时代肯定是佛陀时代之后的了 对不对 而且他所他著作 他的中观论诵是泰文写的 不是巴黎文写 那么你说他讲的是不是佛法 这什么是大小 其实我的理解的龙树本身 不可以说他是什么大神 他也没有什么神 他要了解是真正的佛法 所以跟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是非常不同 今天我希望我今天讲一些话 也启发这个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特别是去思考这一方面 不要有这种的分别性太重了 看到人家穿一个衣服 就说你是小生的 看到人研究这个 你赞叹巴黎文经典 你就是小生的 别输他一生 他是大胜的 我不能够这样去看 我看到是他所说的 他所代表的 那么他所强调的 是不是真正的佛法 表达的方式可以不同 强调点可以不同 但佛法应该是一个 要不然就不是佛法 真理只有一个 是 法师我们大概我们今天的法谈也接近了尾声 或许可以请法师有些什么叮咛 或者是跟大家可以共勉的 我看到法师有把它列下来 稍微 因为我今天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准备这种东西 因为我还在处理很多很多事情当中的 所以我稍微列了几点 这也可以是 我是代表我想跟大家共勉的 也可以说是归答刚才我所说的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情恋恋会 从信开始信仰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强调的一点 我在香港 我的开示 你们如果要看的话 在这个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我很多开示 你打我的名字 法官也好 你看有中文的有英文的 有广东话的有普通话的都有 我强调当中我强调一点就是 我们佛教徒今天要学习怎么把这个 佛陀放在我们的心当中 这我感觉到这个我们没有做到 而这方面呢 基督教徒做得非常好 天主教徒做得非常好 他们都说我把基督放在我的心中 我的生命中 我们应该是这样去学跟他们学习 我们要谦虚学习 我们如果佛教徒能够这样做把佛放在心中 那你所有的你所提现出来的 那么你所表达出来的 你所所行所说所言说的 都会有一个启迪 使得你不会走错路 那么你所研究的就是佛法 那么你所研究的就是佛法 所以走进地步呢 地步学习怎么样把这个 佛放在我们心当中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 这是一点 那么这样做呢 就不需要谈到什么 懂得多少言呢 对吧 多少佛理啊 有多少学问呢 我常说人家把我说 有人把我 称我为学问真 他们称这个 英雄法师他们为学问真 我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我就是没有那种学问 第一点 其实我有的话 这也不是普通的这种 那种的纯学术性的这个研究 今天我所定义那种学生研究 英雄法师更加不是 我们刚才攀不上英雄法师了 但是他们都把我们看成是 走个学人真是不对的 那么 我们要强调就是 你真正的信仰 你真正是像佛佛学 所以第一点你要把这个佛放在你的心当中 所以我第一 不是教授 不是学者 第一我是佛教徒 在这个基础上 你才可以把我看成是一个什么 什么教授 什么学者 什么研究者 第二刚才会讲 那么跟这个有牵涉关系 就是就说我们少要有真信 这个信我们一定要强调的 不管你哪个宗派包括巴里文的系统 敌不了信 而这个信要是圣信 要不然我说了就变成了卢僧宴那种的邪教了 所以也就是要如果从这个初期佛教来说就有正见正思维 这开始的你看八正道的开头就是正见正思维 就是说你的意境要正确 你对佛教的力也正确 你不需要很有学问 基本上你说佛教讲 一些都是无常的 你说成为常 你说有那是佛法吗 不是啊 你从那个时候一开始等到肯定就走错路 对不对 所以要有正见 基本的正思维是表达什么呢 你的意志 你的动机 你是学佛 我学佛是为什么呢 哦因为我的师父有神通啊我想学到神通啊对不对 那就那就恐怕那个动机是不纯正了 这个不要紧其实我们开头都大家都有 不是百分之百纯正的 但是我们要真诚就从这正诚当中呢 慢慢一步一步的进化我们的动机 要得到正思维这是基本条件 还有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刚才讲到整体性嘛 整体性的界定会 脱离不了禅修 所以佛教不是一种道德行为 有人说 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吗 是way of life 我也不能够完全赞同 那么基本主义不是 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吗 也是way of life 共产主义也是way of life 恐怖主义也是way of life 所以不能够这样去形容佛法 当然它是一个way of life 但是它超越了 超越以这个道德的范围 我们是所谓道德范围 超越这个普通的 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 都是叫你说好人啊 每个佛教部外都叫你要修行 这有它的所谓的一样 但是佛教佛教的特殊点 特色最重要的 所以佛教的特殊点 其中一个呢 就是它的整体性 要界定会 你谈就是你的禅修 如果你说这个方法 在一二三四是这样的 那么可是 你没有这个一个界的基础 你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人生的这个最终的 我为什么生存 那么我的存在意义何在 什么叫做人性 等等 你没有这个佛法的整体的 这个座标 一个frame of reference的话 那你这种禅修 不是佛教的禅修了 所以你要禅修 你要实践都要在这个整体当中 那其中我特别想到禅修 因为你看界定会 中间就是这个禅修 那么当然 我强调的不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圣灵里面 去分开一切 抛开一切去禅修了 我本身也没有办法做得到 当然因为我还有 我感觉到我还有很多重要的 我的使命当中很多部分要去完成的 对不对 包括我的讲学 包括刚才你们说的 我的一经方面等等 这个部分 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 真诚的话 我每天都有抢修 每个每天都有抢修 三十三百六十五天 不管礼拜天也好 什么过新年也好 我都有抢修 这个我们在这里强调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抢修 至少你可以翻二十分钟吧 半个小时吧 那最理想你可以 翻四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更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是 所以我们这里不是禅修中心 我不能够以禅师为置居 我可以说从年轻时代开始都在修长 但是我不敢以这种的方式置居 但是禅修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强调 可以这样讲 如果没有禅修 应该说你不是个真正佛子 因为你说你像佛学习 佛的整个生命 整个他的身教研究 都是强调这个禅修的 当然禅修的方式不同 你不一定要巴黎文方式 有什么北全方式 各有各的不同 你说这个镜头中 这个一心不乱 这种也是一种禅修 对不对 你天天念心经也是一种禅修 不一定要做下来 数十一二三四 这样才是禅修的 对不对 方式可以不同 但是必须要有禅修 必须要理解 就是说为什么要禅修呢 因为刚才我讲到一个转化的问题 你没有禅修的话 你永远你的发展是在电脑里面发展 你的脑子里 你的理性方面发展 你可以比较更聪明 更有所谓的知识 但你本身的武运没有转化 要转化的武运 一定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内下的力量 这个必须要通过禅修 所以这个我要强调 另外一点 就是我要强调就是 我们今天要意识到 佛教有佛教的核心价值的体系 我们 我举一些很简单的历史 看很多很多历史 然后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很多很多年前 在新加坡 有一间大寺庙 新加坡最大的寺庙 听说他们有很多基金 所以有位好迅人 有几位年轻人带我 说师傅你不是出版一本 我们不是在研究刊物 每年我最后出版 那时候很苦 那么因为我在那边交出钱很少 其他人都看着我要 好像我是百万富翁 都要我出钱了对吧 我不信 不行 我要把这个刊物要维持下去 对不对 那么有人就带我去见 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在议员会了 因为年轻人我记得 他说法工法师这样这样 他有一个这样的看 我们看怎么能够赞助他 他看不起我 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赞助的是要看看市场的 我马上就骂他 我不是要你的钱了 就是说 因为佛教这样也佛教看市场去修行 去弘法的话那肯定不是佛法 你说你是商人当然要看市场了对不对 那我说如果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我写的时候不是什么法术的 什么是什么密宗的 什么话头的那就没有市场了对不对 你谈这个十二因缘呢 谈世上帝啊 谈这个这个历史性的这个佛陀的重要性呢 那没有立场呢 我怎么会赞助你怎么画这个音乐 我是说如果我们代表的佛法没有市场的话 今天就是时候要创造这样的市场 佛法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 那么也就比方说 另外一方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天我感觉到佛教徒 受到这个西方这个价值体系的 这个洗脑太深了 而且没有去反省 马来西亚如此 我在那边长大 我在那边出生我知道 我们都是经过很多年的 这个殖民地时代 那么他们有很多伟大地方 我不是只是 我不是反西方的 我也读西方的书啊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东方的佛教徒 人家谈佛教徒了 已经受到这个西方的思想体系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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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脑太深了 不懂得去反省 人家怎么做就是对的 就是好的 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可能更严重 他们的整个整个整个体系都是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念 你一出门你 你看的戏也好 你去读的书也好 都是西方的体系嘛 现在可能慢慢开始 他们意识到 我们怀疑的传统 我们有自己的美德 这个佛教的这个重要性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怎么去反省 这是变成很严重了 包括佛教的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 你看 你看说一个佛教团体发展 一般说我们越多钱也好 我的银行的账户 我的户口越大越好对不对 我的电脑上我的这个统计的这个这个人数越多也好 我的会员越多就就我就越成功了你懂吗 那么我的寺庙越来越大就是我的成功了 但我不否定这些都有他 他有相对的重要性 对吗 你说要度众生 这些都是都有他 尤其相对重要性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 我们这样一直看着人家不是那基督教 我们佛教一盘散沙 人家怎么组织的好 人家架构 这种架构组织 这种概念害死我们 释迦摩尼佛从头开始 就是反对这一种的 什么建制的这种的 这种的这个 组织性的这种发展 他在《义布经》里面他说 有人有一位法师问他 Badali问他 他说为什么最初 这个 修行的人很少 可是这么多人 证悟 今天修行的人这么多 却越来越少人证悟 《义布经》当中就说到 他说 缘于在世 当一个 我们的三个 这个生体 发展到越大 那么得到的供养越多 太多 太多人去 崇拜你 那么去提升你 这就是我们腐败的时候 还有就是搞学院搞得太多 也是我们腐败的因素 他举出了好几个例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佛法 我们现在谈说 这些就是我讲的 佛法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不能试掉 不能一直望着人家 西方人怎么做就对的 人家叫教团怎么去组织 我们就叫他怎么组 如果我们输给他 我们就落后 这不对 什么是进步 什么是成功 这种是我们佛教的价值观念 跟他们是不同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要保持 这一点是说 要保持佛法的核心价值 不要盲从西方 我们要意识这一点 我的意识非常非常的不够 我再重申一点 我不是反西方的 我不是反西方 但是我们是 我现在是责备的是自己的 我们的佛教 不懂的是反西 人家有好的有不好的 你学那种东西 学他的那种的制度 他的负面性的 跟这个灵性修养 跟相违背的 你去学习他们 以为他们 人家有钱有势 人家都谈大 什么大规模 我不晓得怎么玩大规模的东西 所以我所做的 一切都是很小规模 其实生前就是如此 佛教传遍了整个印度 现在整个世界 其实你看每一个生前 不能够太大 如果一个大规模当中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他们是把它分成两个三个 这个不是三个别的 这个不是波生 而是说你这个你搞这个大组织 你的个己性已经不会已经没有了 对吗 你要维护的是你的团体 以团体为主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极端来的 那么这样讲到一点 就是说简单说我们就要学习什么逆流 刚才讲的看市场 这是顺流的 对吗 我们要学习什么逆流 才能够学习佛法 才能够做真正佛 你看释迦牟尼佛 现在谈着学佛就学释迦牟尼佛 举一个例子 他的生平你去看一下 他都是逆流的生平 对吗 为什么呢 他出生的背景 他的社会是基督教的 这个印度教的社会 相信这个世界级的这个 这种的这种架构的社会 相信造物主的社会 相信神我的社会的文化 他完全否定这些 那么他的父亲希望说 我希望你成绩我的王位 对不对 那你这个五逆子 你现在做一个乞丐 我觉得很羞耻 因为我到徐旗那边 跨远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了 所以佛陀就是 一辈子的修行就是逆流 我们如果没有逆流的话 他如果他不逆流的话 充其量我们今天有的是什么 不是佛法 充其量就是一个印度教 对吗 因为随顺他而留的嘛 所以学佛 要懂得要懂得怎么去逆流 所以这些这几点呢 我希望跟大家恭敏 好 谢谢法光法师的今晚非常精彩 从打破我们对于一些的执着 然后到回到我们去审视回来 我们自己应该要怎样 怎样子去学佛 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也稍微打一个广告 下个星期呢 我们有来邀请了来自台湾的岳建东教授呢 跟我们谈一谈 佛教与科学 是不是相容的 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同一个时间 下个星期二呢 要来上到我们的法谈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法光法师的这个讲座 那我们请法师呢 带领我们一起回向 功德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所以要感谢法师今天的开示 然后呢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